提及郭富城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他曾与黎明、张学友、刘德华并称为歌坛四大天王,年轻时的他帅得惊人,虽然身高不占优势,但在颜值上绝对无人能及,当年上台时的帅气摇头舞,更是让观众叹为观止,一时间郭天王摇头成为热搜话题。 郭富城在事业上蒸蒸日上,他的感情生活同样备受关注,记得当年他和熊戴林的恋情,简直是港鱼圈的一大轰动,一个是顶级天王巨星,一个是来到一厢打拼的女模特,两人被拍在同一家酒店待了三个小时,港媒直接用熊戴林长腿图成三小时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,而郭富城并没有正式承认恋情,但自从和天王搭上关系后,熊戴林的身价直线飙升,得到了天王嫂的称号, 直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明星,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,甚至出演了多部电影,然而在这段人人艳羡的感情背后,熊戴林却黯然神伤,在和郭富城恋爱期间,他很少为他花钱,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浪漫时刻,尽管被冠以天王嫂的头衔,他的感情生活却不如一对普通情侣,在这段七年的恋爱生活里,郭富城还参加熊戴林父亲的葬礼,本以为郭富城会承认他的女友地位,不料郭富城始终坚称熊戴林只是他, 有一次,熊戴林和郭富城一同外出,熊戴林不慎穿上了高跟鞋,这个举动引发了郭富城的强烈不满,他直言不讳的斥责,你是不是疯了?穿这么高的鞋,还不如踩高枪呢?熊戴林被责备得无言以对,只得默默地脱下高跟鞋,用手拎着走完了整个行程,这也太过卑微了,而郭富城甚至认为熊戴林是在利用他的名气 最终便以不合脚的鞋子论结束了两人的感情 后来郭天王在51岁时,与天王嫂方苑相遇,他同样也是出身模特界,拥有令人艳羡的颜值和身材 成为天王嫂后,方苑告别了过去依靠模特身份赚钱的生活,全心投入幸福的家庭生活,专心相夫教女 近期,方苑首登综艺节目,谈到了自己和郭富城的婚姻,当被问到郭富城是不是很抠 方苑以幽默的方式否认了这一说法,他表示自己想要成为女儿们的榜样 和郭富城一样努力工作,他还提到自己开始工作后,夫妻间的共同话题也变得更多了 郭富城对待小娇妻方苑的态度,与他之前与熊带琳的恋情截然不同 为了讨得方苑芳心,郭富城慷慨解囊不惜花钱,甚至被拍到带着方苑购买珠宝 一度引起网友热议,而方苑也对郭富城十分体贴,会带着女儿陪同郭富城去看赛马 并在晒出一家四口的合影时,称赞郭富城是豹娃高手 如今方苑对与郭富城的夫妻关系很满意,他觉得现在的生活非常美满 他的丈夫不仅爱他,还爱女儿,私下里非常细心和体贴 总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,给予最好的支持和关爱 两人的感情是用心去经营的,而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 这才是最幸福的状态